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三西太原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三西的大院 它这里就是静东的常家庄园 它这里有这个时刻 常家庄园,中国如商第一家 在三西它有很多的富商宅院 他们都叫大院 而在这里叫庄园 我们看前面 它这里是一个宝门 非常的宏大 非常的沧桑古朴 现在我们开始走前面的宝门 开始进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是已经进来了 它这里哪里是一个宅院 这非名是一座城 它这里非常大 在三西有这么一句话 是乔家一个月 常家两条街 我们现在所走这条街 它为东西走向 它两侧的建筑分南北 它这个南北建筑 到底是谁所见 有什么区别 我们到时候边走边说 在我身旁 北面的这座建筑 它就是常室中寺 是常家的祠堂 它这里也是被称为 中国古代民旧的一个第一祠堂 我们到里面去看一看 常室中寺 在它这个池堂的队锅 有这个造壁 民旁有这个旗杆 还有这个石狮子 地上的文物 看山西 我们来这些大院 就是看它这里的民居古建 它这里的民居古建 也是中国古代民居的一个精髓 进来之后 它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院落 它这个中寺是祭司组建 还有处理一些家族事务的地方 这里是一个二门 它这个木雕挂落 在这个长寺庄园 也是一大特色 它这上面这个雕刻 有这个松河长青 延年益寿的意思 它的东侧 雕刻的是葡萄 有这个多子多孙 做生意一本万利的意思 上面的牌匾是光前欲后 它这一扇木门 我刚才是推了推 非常非常的厚重 在这个二门一侧 有一棵槐树 这是子顺槐 这是当时的长家后人 从这个掐个头 带来的一棵树 我们看我们之前走的大门 它是不是和别的大门 有些不一样 它这里还作为一个戏台使用 它的过人 这个过道的 它两侧有这个凹槽 它两侧都有这个凹槽 如果上面是放上这个木板 它又变成一座戏楼 这个戏楼 它针对的是池塘里面 所以也可以说是 给祖宗唱戏的一个地方 祖国二门 这是一个池塘的正院 它前面有一个厅 将这个院分为上下两部门 它的厅也叫一个县厅 当家族一个重大祭司 在这个里面摆上供品 其实整个的长家庄园 也只是在这里运用了两次 后来没落也没有再使用 一些大型的祭司才在这里 在最前方这个大殿 就是供奉着 长家的祖先 它这里的木雕挂落 也都是有少敏的历史 它这里有莲花 有葫芦 也都是吉祥的意思 在池塘的正中间 有一尊树像 它就是这个长家的地任先祖 其实长家最开始并不是那么有钱 它的地任先祖 是给当时的一个大户 刘氏所放羊 在后来 它的指数才是着不经商 好 我们看过这里的池塘 开始去这里的一个后花园 汐梗园 汐梗园是长家庄园 最大的一个花园 在它这个大门 在它大门扁额下面 有很多雕刻 哇 非常的漂亮 它这里的和池塘那一处的门 也是相通的 走入一处长廊 上面全都是绿枝 这里一块石刻 姓林 它这里也是一个姓园 这里它就是当时长家的后人 在这里所休闲的一个地方 前方是姓坛 相传的孔子就在姓处之下 进行讲学 长家是如商 是学而优作古 只有独好的才能做生意 来长家看它的古建筑 它有三大特色 分别是这个砖雕 木雕 还有石雕 这是一次的砖雕 中间这一个砖雕 它是一个八卦 这一幅迎联 它的下联 写得特别好 陈光建书 笔家汉海 才是作文及作人 它也是体现了一个 长家的如商文化 它这砖雕的非常细致 我们所看到这些砖雕 还有木雕 它无非是体现了 这个吉祥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寓意 哇 这是仙鹤 我们刚才在那个砖雕上 看到一个很大的八卦 在其他的小砖雕上 也有很多的小八卦 这可以看到当时的主人 对这个道教的一个哑爱 长家是如商 他们是都市人 所以它这里的亭台楼阁 建造的是非常的雅观 走在这里非常凉爽 这里就是当时 圣极一时的长家庄园 它的一个花园 它整个的这个庄园 它是有八百多平 这是整个长室庄园 一个种的花园 它其中有飞为很多 若干的一个小花园 前面又有一处亭台楼阁 我们现在走过这处的诗桥 到前面的关架壳去看一看 一片的绿色 非常非常的好 这关架壳呢 它是这个静原 比较高的一处楼阁 它是一个三层的楼阁 在这里呢 可以登高望远 当时的长家庭呢 就是在这个阁顶 看这满人的景色 修身养性 这里呢 是夏宴 这是一个木质的长廊 在这里呢 可以观景 可以撑凉 这里还有一片小湖 也许是因为这长家人 它是如商的缘故 它这里把这个静原建造呢 既有这个北方的豪房 也有这个南方的秀美 都卫府 这也是桂鹅堂 它这是长家第十一世 长禀君的一个宅院 它这里呢 也是一个县村建筑中 一个保存最完整 规格最高的一处建筑 上面呢 都是一些刻花 专刻 从这里进来呢 它是一个两层小龙 它这个呢 是秀龙 它是这个未初和小姐 居住的一个地方 它这个长家庄园的木货 还有这个专刻呢 是随处可见 我们看到这个房屋内 它里面摆设的 有这个中间有这个钟 两层呢 有花瓶 还有两层有镜子 这有 这个呢 有一身平静的意思 这种秀龙呢 它一般是一称 为这个丫鬟居住 二称呢 为这个小姐居住 这个长家呢 它是在第八世的长威 这里开始发达起来 它是做这个除断生意 长威呢 有三儿子 长子长万妻 四子长万妄 还有这个一个小儿子 叫长万达 长子长万妻 和这个三子长万达 最后呢 也是投身商骨 将这个产业 做得非常非常大 它这里的雕刻呢 非常多 它这个梅窗呢 有这个木质雕刻 墙壁上呢 都是有这个砖刻 这些呢 也都是一些木质的建筑 也都是有上百年 它上面呢 也都是有这个彩绘 现在呢 是以托设 就是在当时呢 是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这一处的砖雕 青苔楼格 还有这个松树 哇 非常的好 这个呢 是最里面的一处宅院 也是最里面的一处小楼 我们看到这个拍片之下呢 它有这个麒麟的雕刻 我们进来之下呢 看到这个妹猴 写的是都尉府 它这个主人呢 以前一定是一位武官 这里面呢 有很多家具的形式 这就当时它一个生活的状态 它这一处小楼呢 汇集这个长崖庄园的三大特色 它上面的栏杆呢 是这个砖雕 下面呢 有这个木雕 然后它这个上去 楼梯的栏杆呢 是一个石雕 整个这个长崖庄园呢 它是在这个长万岐 还有长万达 兄弟他这里 开始大面积的一个建设 长万岐呢 是建设的这个南街 长万达呢 是建设的这个北街 也就是我们现在 所看的一个部分 从此呢 它这里也被称为是东西两长 规模呢是十分的大 现在我们所看的一个旅行的线路呢 也都是这个北面的所有的建筑 它南面呢是没有开放 它这里呢 唯一一个长万达 掌门掌声的一个宅园 这个堂主呢 它叫长饼油 这是一块的砖笔 下面呢是损坏的一部分 长万达呢 它的生意做得非常大 它主要做的是一个茶叶生意 它北约大漠 一直到这个恰克图 它是在它这里呢 开展了一个 五万里茶道 这就是热门呢 它做的是非常的精致 它上面的独滚为木质 在它两侧呢 有这个砖雕 它这个营连呢 也是石刻 四隔几半年了 它这里一天是显得十分的尊贵 它也是做这个茶叶生意 但是呢 它也是这个朝廷的一个 从饰品外 广和堂 走到里面呢 这也是一个十分神秘 十分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这里呢 是一个营轿 是一个这个晋商 仓银这个一地方 晋商呢 都非常有钱 几乎每个晋商呢 它都有一个这样的营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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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